大家好啊 跟大伙聊一会儿啊 因为最近这些日子呢 有别的事情在做 所以说呢 没有这个 特别宽裕的时间啊 咱不像有些人啊 表面上说是退了休了 但是好 从早到晚到凌晨 是吧 深夜啊 都为了挣撒瓜俩枣的 是吧 不停的做节目啊 狂轰烂炸 天天的洋洋洋 是吧 天天的洋洋洋 横圆响 是吧 这个我看这两天 就今天吧 发生了一些 咱这个中文自媒体圈吧 包括中文世界 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 都在报道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 咱简短的说一说 就是魏凤和啊 上上任的国防部长 和这个上一任的 这个国防部长啊 李尚福都被莫名其妙的 没有通报外界的情况下 莫名其妙的 被拿下啊 今天啊 这个终于水落石出 是吧 终于盖棺定论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帮孙子 是吧 在位的时候 不为国家 不为我们的习总书记 习主席 是吧 这个鞠躬尽瘁 是吧 不为习主席 这个坠马牵凳的啊 这个坠蹬牵马的 是吧 表面一套 背面一套 就像某人似的 是吧 说着阔小姐 开窑子啊 但是实际上 他就是挣钱啊 他就是一千串子 他这个钱啊 都在自己 泪茬子上 别着 你要弄下来一个铜板 那都带着血筋的 是吧 就这俩货啊 也是因为这种事情吧 这个 买官买官啊 贪污腐败呀 是吧 生活不检点呀 是吧 就这这些事吧 啊 终于这个水落书时出啊 公布于众了啊 该啊 所有的这些大官们啊 这个正国级 副国级以上的这些大官们 咱们别说底下啊 这个副部长以下的 局级 听局级 那一抓一大把的这些人 咱们不提啊 就是这些啊 中国官场顶级的这些人啊 就这帮孙子啊 你把这帮孙子挨个儿 蹬出来 从习主席 是吧 到底下的副国级的排名 最后一个啊 包括这个 这个其他的排名 最后一个 是吧 挨个儿枪毙啊 老百姓肯定 这个饺子面条 没有一天落下的啊 肯定放花放炮 这个拍手称快啊 没有一个被冤枉 是吧 这咱就简短的说一说了啊 因为咱不了解军界的事情 是吧 咱也不了解特别级别高的事情啊 虽然他杜撰出来一个老领导 是吧 以脑电波形式 在在去年是经常说 以脑电波的形式 给我这个传一些信息 是因为我看到 呃 在这个中文简体互联网 尤其是这个从中国大陆出到海外 做节目的这些人里边啊 天天活儿八道啊 呃 我曾试验过一个啊 比如说青钢啊 这就是我试验的 全互联网只有我第一个人说出来 是吧 青钢被注射死亡 实际上我就是胡说八道 我就看一看这种所谓的 我这么一个小开了命 是吧 没有几个人关注这种 呃 假消息或者这种什么消息 能不能啊 这个散播开来 还真的散播开来啊 我真的 呃 咱就说吧 这些做节目咱就不聊了啊 关于政治的事情呢 咱就不聊了 反正是呃 这个魏凤河李尚服 是吧 被拿下啊 秦刚到底怎么回事 到现在也没有公路啊 公布啊 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啊 秦刚的事情也会水落石出 是吧 具体这水落石出官方怎么宣传 那是他们的事儿了 是吧 第二个事儿呢 是我昨天晚上啊 这个加拿大时间 昨天晚上 看了一个这个NBA的选秀啊 我是没有看到那个小崔 呃 那个崔什么三个字的 那个中国那小孩二十岁的 也第九顺位 是第多少顺位 呃 去这个选秀 最后能不能选选成功 我不知道啊 最后即使选成功 能不能像姚明一样啊 背后带着中国的资金支持 而且靠着自己的本事 在美国掀出一片天 是吧 在美国NBA篮球界 包括整个市场上 掀出一片美好的明天啊 咱也不置可否 希望这小伙子 呃 能成功 是吧 呃 另外呢 对于足球迷来说 呃 因为这两天啊 大伙都在看这个欧洲杯 包括我也在看那个美洲杯啊 这个美洲杯让我大失所望 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的啊 像巴西啊 像这个 呃 哥伦比亚呀 包括我不太喜欢的阿根廷 是吧 踢的全是屎味啊 全是 这个 咱不能说他们是被博彩集团控制了 或者是 就是 你看这种球队踢的吧 就让人觉得 怎么这么不像一个啊 这个世界一流强队啊 夺得世界杯的是吧 夺得美洲杯的 夺得这个 这个世界顶级赛事 呃 这个冠军的这种球队啊 真的不像 而且 你像啊 巴西阿根廷 有 有 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欧洲顶级联赛 武大联赛 是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西班牙 顶级联赛里边 这五大联赛里边效力的顶级球员啊 绝对主力 绝对这支球队的明星号召的这帮人在美洲杯里边啊 你看他们踢的特别特别的差啊 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当然我最近也是在看欧洲杯 呃 欧洲杯呢 这个时间呢 呃 有的时候中午 是吧 这个能赶上 有的时候就下午三点 这因为有其他的事就赶不上 但是呃 欧洲杯确实比美洲杯好看啊 而且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呃 第一场比赛和这个第一轮比赛和这个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呃 第三轮比赛有场外的因素 场外因素还占据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关键比赛出现不出现的这个决定因素 是吧 呃 今天又有这么一个消息 这个所谓中国呃 二零二六吧 是这个世界杯在美国和加拿大啊 啊 美加末吧 应该是三个国家举行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啊 决赛阶段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亚洲区的十八强的抽签 又引起了很多球迷的关注啊 当然很多球迷是一声叹息 呃 这个 哎 因为这个中国和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是吧 巴林印度尼西亚分在了一组 呃 很多人说了啊 就基本上啊 这个小组的前两名出现的这个几率啊 中国队为零啊 或者为负数是吧 争取看看能不能啊 第三名第四名的决赛 下一轮能不能靠着什么几个三个半啊 四个半什么两个半啊 能不能出现哪 哪吗 是吧 是不是最后啊 这个跟呃 美洲啊 或者跟哪争夺那半个名额也可以是吧 呃 想多了啊 呃 认为中国在这个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这组里边被分为了啊 被判定为是这个死亡小组 呃 咱们看看A组 在中国队在所谓的C组所谓的死亡小组 你看看A组 伊朗 卡塔尔 乌斯比克斯坦 阿联酋 吉尔吉斯坦 是吧 朝鲜 你就说A组的这个 这个 这几场比赛啊 这几支球队 中国能赢谁 中国能凭谁 中国可以赢朝鲜吗 中国可以凭朝鲜吗 中国可以在主客两场的这个比赛当中 赢阿联酋吗 哪个小组对于18强这三支小组来说 是吧 中国队在哪个小组里边都是死亡之组 所以说不要把中国队变成一个什么二流强队三流强队 我们连末流强队都不是 是吧 呃 现在又说了啊 在这个所谓的呃 在中国的一个C组 是吧 里边有印度尼西亚啊 印度尼西亚里边有200个可挑选的从荷兰 还是从哪个国家 规划的球员 是吧 我们打印度尼西亚 很多人说了应该从他身上全取六分 你从新加坡球队身上都全取不了六分 是吧 你不是靠着新加坡那个门将啊 所谓中国足球的啊 旧式英雄 人家左扑右挡 没有放水 是吧 你都出现不 你的名字都出现不在18强的这个 这个名单当中 是吧 你认为你就可以赢印度尼西亚 是吧 新加坡比印度尼西亚强吗 也不见得比印度尼西亚强啊 新加坡肯定呃 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如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有自己的联赛 是吧 当然现在新加坡的联赛 这个基本上很多主力球员全是日本新屑 在那里的一个B队呃 什么C队呃 在这个前几年啊 当时在新加坡夺得了这个新屑 夺得了好几届的这个冠军啊 留下了很多日本球员啊 在踢他们的这个联赛 是吧 当然 今年的新屑成绩非常不好啊 任人宰割 这当然就不提了 你看看 在新加坡联赛当中 曾经有我 我见过一个人 这个一个老外 是吧 一个白人 呃 好像一米九几 一个大个 现在是不是在山东啊 还是在什么武汉 还是在在哪 体绝对主力啊 还是上一轮好像还进球了 是吧 决胜性的这个这个进球 新加坡联赛 可能水平不如中国的联赛啊 但是东南亚的这些球队 他有自己的风格 而且人家东南亚的这些球队在进步 我们踢啊 印度尼西亚啊 能就能就能赢 我觉得不见得 是吧 你看B组 韩国 伊拉克 约旦 阿曼 巴勒斯坦 科威特 就这些 我们分在B组啊 除去韩国 我们俯首称臣 是吧 剩下的这个西亚的这几支球队啊 包括巴勒斯坦 包括阿曼 包括约旦 当然约旦人 你还算是一个二流球队 是吧 包括科威特 我们能赢谁 那B组不是死亡之组吗 一样是死亡之组 呃 我记得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 是吧 在这个小 在这个 这个小组赛之前 呃 我跟朋友聊天啊 这个包括中国足球业内的一些人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了啊 这三场比赛 什么 我忘了啊 不记忆记忆的不是特别清楚了 土耳其 哥斯达利加和巴西 是吧 我当时就说了 唯一有机会拿分 或者说啊 这个这个 拿分不太可能 唯一有机会进球 或者说 是吧 唯一有机会踢的最漂亮的 并不是说 你想拿下 哥斯达利加 或者你想踢平土耳其 那都是绝无可能 唯一有希望 打的好看 唯一有希望能进球 就是和巴西 为什么 当时中国球员的身体素质啊 这个 呃 可以啊 这个 相对来说 和这个欧美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抗衡 你看 当时和法国打友谊赛 是吧 当时谁 谁啊 还把那个 人家绝对主力的腿给铲舌了 是吧 就这些 证明是一个什么心态 中国球员 就是当时 有一些大连的球员 有一些在欧洲 这个 这个 武大联赛效力的球员 这些球员 在通过和 这个欧洲的这些 球员的对抗 欧洲球队的 耳闻 木染 是吧 他心理上 有一个 不是特别 触的 那种心态 所以说 你像 如果 你面对土耳其 面对 哥斯大利加 人家是在 小组 小组赛中 要全力 出战 全力 取分的情况下 你跟人家 这个水平 差一个凳次 你不可能 赢人家 或在人家身上 取分 但是巴西 巴西球员的心态 跟你的球员的心态 变成一个 这个相互 抵消的一个心态 是吧 中国 人家巴西人想了 中国 他妈 还有能 会踢球 中国人不都是 打乒乓球吗 还能有 会踢球的 是吧 他就 特别轻视你 中国和不一样 你他妈 他是世界老大 是吧 我光脚子 不怕穿鞋的 所以我跟你 这个对着干 而且当时 中国很多很多球员 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他有一个 并不是说为国家争光 他有一个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 可以去到欧洲 展现自己的职业魅力 可以延续自己职业生涯 可以给自己添上 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亮丽的一个这个句号 所以你看很多球员 包括这个 这个郝海东啊 是吧 这个 这个赵俊哲 还是李伟峰 有一脚 打在巴西的衡量上 而且他们对于巴西球员 面对巴西球员 敢于突破 敢于盘带 这个 所以说是什么呢 就说 我们面对着本场比 这个本场小组 是吧 我们面对着 日本啊 这个沙特 澳大利亚 是吧 我们面对着他们 就是每一场比赛 都打出 你们口中 所谓的中国男儿的血腥 是吧 让自己在中国 这个足球联赛 足球环境 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可以给自己找一个 退身部也好 或者是能进阶到 是世界其中 这个欧洲五大联赛也好 或者其他的 这个国家的联赛也好 给自己一个退身部 给自己一个延续 自己足球生涯的 这么一个机会 是吧 你中国球员 现在为什么在这个欧洲 在其他的联赛当中 很少有中国球员的身影 就是因为你 第一 国家队的水平 是吧 让人家觉得 你整体中国足球的水平 非常低 第二 就是你没有在国际赛场上 给那些球探 眼前一亮 或者是 这个怎么说呢 能在这打一个替补 能给这个球队 这个俱乐部 带来一些这个光环的 这种球员 他找不到 他也没有机会 看到你中国国家队的比赛 相反 你看人家日本 看人家韩国 为什么那么多球员 就是因为 你看人家的球探 发现了这个孙兴明 是吧 发现了这个三战勋 人家在欧洲 就可以担当主力 那这些球探 那就会这个特别关注 包括人家国家队的比赛 包括人俱乐部队的比赛 是吧 很多很多的比赛 就会有很多欧洲球队 很多豪门的这些球探 来关注他 关注的多了 自然而然 就会有球员 你有一个孙兴敏 现在是不是球探 在韩国 继续寻找孙兴敏的这个 这个替代品 是吧 替代的球星 中国啊 如果能在这个所谓 十八强的这个小组赛当中 能出现我们 我们不奢求 但是能不能打出一些 让中国球迷 我们不说是这个 你展现中国足球的这个魅力 我们不说 就是你们能不能让中国球迷觉得 这场比赛 虽败有荣 我们整体实力确实不如对方 但是我们拼尽了权力 我们觉得在每一个对手面前 我们都不是一个三角猫 是吧 我们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都有自己的能力 和亚洲任何一支 所谓的一流 二流 三流的 这种强队 是吧 展现出我们的这个老生长谈 是吧 就是精神面貌 我们不出任何一支强队 我们要让日本球队 是吧 澳大利亚球队 这个沙特阿拉伯球队 印尼球队 那支是什么 那支是这个 这个巴林 是吧 这些球队 在提到中国球队的时候 在提到比赛的时候 心里边先打鼓 没想到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这么差 但是这一支国家队敢拼 是吧 这个跑不死 展现自己这个足球进攻的能力 防守的能力 当然我最近听 今天我听这个董璐说了 是吧 我们就是以一个哀兵的姿态 先这个 这个防守好 当然他的这种角度也对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当然这需要球员的体力 体能的分配 在整场比赛当中体能的分配 也需要主要练在制定战术的时候 是吧 这个不管是442也好 是吧 4231也好 无论是哪种阵型 每一个位置 中国球员可以得配位 是吧 以自己的能力 可以代表这个国家 在这个位置上 最好的形象展现在大学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无论你遇到谁 只要你好好踢 不是说这个 这个遇到每支球队 我就防守了 是吧 跟踢韩国一样 是吧 遇到什么球队 我就这个 这个进攻了 是吧 遇到什么球队 我就这个 先怂了 是吧 主教练 国家体委 是吧 这个 足协 这些人就说了 我们这个 保平 我们一定要守住 这种守住的心态和指导思想 就让球员 为手为脚 是吧 就让球员手忙脚乱 是吧 还是 你守 就是一个 这个没有赢的机会 当然有人说了 防守反击 是吧 人家有风之子 这个马拉多纳一脚 这个直塞 风之子 卡尼基 最后打败了 1比0 战胜了 这个巴西 是有这种 所谓的 经典的战力 但是 那个毕竟是少数 你要让对方的防守球员 有心存忌惮的东西 你要让对方的进攻球员 这个也不能 所谓中场完全的压上 压着我们打 绝对不能这样 是吧 行了 咱们不聊了 又扯太多了 好吧 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